原标题故事央视记者机场还采时间去哪了 一位92岁台湾游客的回答量了 有人说大型国际机场是人类文明最奇妙的地方之一 奇妙就在于它有强烈的空间感和时间感 机场既是旅程的起点也是千山万水的终点 别离重逢等待追赶 在这里昼夜不息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与时间有关的故事 2017年国庆期间央视新闻推出场景是还采时间去哪儿了 今天带您走进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看一看这里发生的时间故事 旅行让青春回来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第二大空港 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停降或起航 每天10万人在这里抵达 10万人从这里出发 时间在这里交织相会 24小时运行的浦东机场 时间从不停歇 在这里黑夜一如白天 就连平时最怕熬夜的老人们也兴高采烈的出现在凌晨三点钟的机场旅行 让青春回来了 旅客潘阿姨 潘阿姨我们的时间都去旅游了 我们今年3月份到越南 4月份到河南郑州 7月份到内蒙古 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姚龙吉退休之后 和他的邻居老伙伴们开始了放飞自我的幸福生活 游客 姚龙吉 8月份到新疆 9月份到俄罗斯 外面的世界真漂亮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我们都去过 时光流逝 给了他们出门敞当的决心 中国海外大型工程建设的工友老刘 记者 您家里人支持您去吗 老刘 愿意闯出去 也就闯出去了 不闯出去 在家也就是那样一点点过 时间也就过去了 凭着一股闯进 工友们这几年去了好几个国家 在伊朗修过水电站 在阿尔及利亚建设新唐站楼 多年的工作经验 让老刘 颇有成就 老刘身上的勤劳质 踏实肯干 也是中国人留给外国人的印象 因为喜欢 所以付出时间 日 本游客 大平一辉 上海也喜欢 北京也喜欢 从日本来的大平一辉 和他的两个同伴 用了两年中的所有假期 来拍摄中国和中国人 因为喜欢中国 大平一辉 还在日本学习了一年的中文 岁月变迁 相愁不变 时间 是急匆匆的 也是沉淀 每个人都带着一件 看不见的行李 记忆 奇妙的是 不管记忆多沉重 也不会让小步变得缓慢 台湾游客 就是很高兴来这里啦 22天 自由行 你看我们 这个团有两个老人 一个是92岁 一个是87岁 台湾游客 记者 奶奶 您身体还这腰好啊 林云秀 她是哪个电视的 记者 中央电视台的 林云秀 女儿 这边的中央电视台 林云秀 那要在电视上面播吗 记者 可以吗 奶奶 林云秀 女儿 不用啦 不用啦 我们现在要进关啦 林云秀 告诉你 我是正宗的中国人 我还有一大家人在成都 1927年 林云秀的祖父 给新出生的小孙女 记了这个很美的名字 相手中的翠竹 高杰林云 枝叶 娟秀 22岁那年 她随丈夫去了台湾 一直在那里生活 岁月变迁 相应未改 相仇不变 老人至今还保持着 和成都的亲人通信的习惯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 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时间去哪了 在各自的生活奔波中 在彼此的陪伴中 不知不觉就溜走了 留下了慢慢的回忆 video 两亿五千一百七十二万三千零四十二 责任编辑 张建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